你好 歡迎收看9月16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李慧 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今年邁入第13屆 9月30號到12月29號會在花蓮文化園區登場 近8月份在台北舉辦全國記者會 日前回到主場花蓮 今年的主題是石宇宙 邀請到5個國家10名的藝術家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駐地創作 要用石雕搭建起和世界交流的橋樑 由花蓮在地樂團生子樂集集樂團 將花蓮在地食材加入敲擊行列 搭配現場拉鋸機的水霧及燈光效果 為邁入第13屆的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 揭開主場在花蓮石雕石加工廠的記者會 宣告9月30日至10月29日 將在花蓮縣文化局園區 邀請5國10名藝術家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石宇宙Stoneverse 駐地創作之旅 我們國際石雕藝術季 其實今年的任務 希望能夠踩在這個最前面的部分 然後給大家一個大家彼此交流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這些遠自世界各地來的藝術家 其實還是排除重重萬難 比如說有那些還在打仗的國家 那國家不會發護照 發不出護照 還要請隔壁鄰居幫忙的 都排除千辛萬苦來到這邊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就是在我們主展場區 會有所有觀念藝術大家來一起思考 是頭這件事情還有什麼樣的可能 是過去的年代我們沒有想過的 透過藝術家來看到這樣子的可能 第三個就是回顧我們了不起的28年 那有28個國家的作品留在台灣 但其實有頭見的藝術家 是跨五大洋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頭見 在歷年的28年來的所有的參與的藝術家的 這些作品裡頭 那這都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只是可能大家久了就忘記了 它有多了不起 所以我們透過文件展 大家大家來回顧 然後這些作品也可以在花工 不管是縱古跟海岸線的沿線都可以看到 花蓮文化局表示石雕季邁入第十三屆 第28個年頭 期待把多年累積的藝術能量 從國際帶回花蓮 策展人胡朝聖表示 本屆策展以宇宙大爆炸理論 看待石頭的本質 提出時宇宙主題 有別以往大型石雕創作 本屆將更為完整體現 花蓮食材生態的宇宙概念 結合當今NFT科技運用 讓我們的食材 我們的雕塑可以進入到原宇宙 然後將我們的這地方的食材產業 跟城市行銷跟藝術的結合在一起 更重要的將我們花蓮在地的 生態、歷史、文化特質 都成為我們石宇宙非常重要的內涵 最後總共會有將近50件的作品 所以在這個藝術季當中 我相信不管是在地的民眾 或是國際的觀光客 只要來到花蓮 其實我們可以享受一個 既在地又國際 非常不一樣的一個花蓮 今年特展名稱為新型之暴 以十本、十星及十星的概念貫穿整體 呼應石宇宙不侷限單一類別 創作媒材的核心 石雕季期間 除了有特展與戶外創作 週末還有藝術士集 石破天津工作坊 每時文創其手作體驗 要邀請民眾一起走入花蓮石宇宙 記者長邦彥 解案相報導 請問,請妳知道 竟然是從大柳間 其後,都是由於